好啊,你們好啊,我們今天會講到這個主題就是 清義、義蒲和基督徒所行的義 你們讀一讀經文吧,好嗎? 誰讀啊? 我讀啊 唯有不作供的,只信清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羅馬書三章二十四節 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清義 以創下書六十一章十節 我恩耶和華大大喜樂,我的心靠神快樂 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保障新郎,帶上華官,右障新虎,配戴裝飾 加拉太書三章二十七節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耶 剛剛我在群組傳了一節經文 啟示六十九章八節 就蒙恩得穿光明結白的世麻衣,這世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好的,這裏我羅馬書四章五節 稱罪人為義的,那個稱字在原文是logismai 我寫了一個好數出來的,這個就是原文編號3049 如果大家在網上找3049,然後Greek,G-R-E-E-K 就是希臘文,你就會找到它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consider,捍衛,孫衛 那麽呢,在這裏給我們看一件事 看為孫衛 我想問大家,看你為義,孫你為義 以及將你變為義,有沒有分別呢? 大家講一下那個分別 就是神是否將我們變為義,義就是完全遵守神的律法 就是義 那麽呢,神是否將我們變為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呢? 或者是怎樣呢?就是這個觀念 看為孫衛,孫衛呢?就是我們不是的,但是都當你是 那麽變為義呢,就真的是你是 嗯嗯,OK,那麽,為什麼聖經不是說我將我們變為義呢? 為什麼是孫衛呢? 因為我們是有罪的 嗯嗯 那,有罪呢,其實是,即是不是完全遵守到律法的 還有我們不能靠自己完全遵守到律法 所以我們是不能稱為義的 不可以變為義的 嗯嗯,但是在這裏就說 嗯,就是我們在世上的罪人 我們上次查的經文羅話書七章十八節開始那裏呢 所以我們根本呢,仍然在 嗯,有罪惡的影響之下 嗯,但是在這裏情況呢,神就稱我們為義先 不是我們夠完美啊 那麼,在羅馬書四章五節那裏 就唯有不作供的 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 他的信就算為義 那麼,我想問問大家,為何不作供呢? 意思是,在哪裏 即是說到基督徒信主之後不作供呢? 還是什麽意思呢? 其實我問這些問題呢,主要是想大家去思考的 到底這個不作供是說到信耶穌之後呢? 還是有什麽意思呢? 即是信耶穌之後我們不用做的? 作供是說什麽呢? 大家可以盡快說的 如果你說不到呢,那我就解釋 或者你要證來案,想不到啊 或者想到你試下說下都可以的 OK,那意思就是,這裏是說到在得救方面 在得救成為一個清義的基督徒得救的方面呢? 不是我們做功造成的 他說做功的意思呢?不是說上班那些功 而是呢?是做神所吩咐的事,遵從神 就是我們不是靠這些來得救的 是說到得救的方面 不是說到我們得救之後沒有改變 那在以復所書二章八至十節就很清楚的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直著信 不是出於我們行為 也不是出於我們自己 但是是神所賜的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徒在基督徒裡造成的 為我們行善 就是神在基督徒裡為我們預備所行的善 那意思就是說呢?我們得救是本乎恩,直著信 不是出於自己,不是出於行為 不是靠我們自己的 那麽呢?我們原是祂的工作 就是祂的那個工作的意思是 是workmanship,就是祂做出來的 就是叫我們能夠行善 就是神會預備叫我們行的 就是神救我們,為了叫我們行善 基督徒是做它出來,為了叫我們行善 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 我們買手機的目的是可以講電話 或者上網,是吧? 那如果我們買了一個手機 那個手機是沒有用的 就是上不了網的 它是很漂亮,不過上不了網的 打不了電話的 那你會怎樣?會退貨,是吧? 那有很多基督徒就是 他不知道我們得救是為了叫我們行善 是神預備叫我們行的 所以這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神做我們,神救我們 是為了叫我們遵從神的 但是在得救的事情上 我們完全是沒有功勞的 在得救的事情上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達到 任何一種界命 我們都沒有辦法達到完美的 就是一定會有甩漏的 一定會有很多罪污在上面 所以只能夠是神 清我們為儀,算我們為儀 算就是不是自己 就是根本不是的 不是公義的 不過是算為了 然後羅馬書三章二十四節 就是 達伯清二 清二就是 這兩個O 因為希臘文是兩個不同的字母 所以在這裡看不 因為他翻譯到英文 只能夠這樣 就是宣告為二 是希臘文1344 你上網找1344 Greek 還有呢 是上網可以找到這些 原文的聖經 有英文的解釋 所以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話 你可以用這些 叫做 Interlinear Bible 就是有希臘文和原文 有英文 也都舊日有希伯來文和英文 對比的聖經 而上高也都有這個 就是這個 Yung's number 就是有這個 對不起 說錯了 Strong's number Strong's number 就是這個原文編號 就是那個人 有這個編號的 就叫Strong 就是他的姓是Strong 所以叫Strong's number 是一個非常之有用的工具來的 是令到很多 不懂得希臘文 不懂得希伯來文的人 可以上網查 那些經文 到底那個原理意思 雖然你們不會查到最原理 因為你們不懂得希臘文 希伯來文 但是呢 是會去到一個 就是相當高的程度 好 那麼呢 那麼這裡 蒙神的恩典 恩基督耶穌 就白白清義了 就是白白的是 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 是白白給我們一個禮物來的 就清義了 算為義了 那麼 以賽書內一章十節說到 這一節經文是很美麗的 很美麗的 它說到它因為神很開心 大大歡喜 讓我心靠神快樂 很開心 因為祂以拯救為衣 給我穿上 就是拯救好像衣服 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 給我披上 好象新郎 戴上華觀 又象身符配戴裝飾 就是說拯救和公義呢 公義就是遵從神的所有律法 這個義袍加在我們身上 這裡就是 我們不是義 是披上 遮蓋了我們 而它形容 就像新郎 戴上華觀 新婦配戴裝飾 這麼美 通常來說 結婚那天 當然是人人都打扮得最美 就是那天的衣服 所有的預備 都是做到最好 讓祂的樣子是最美的 所以在這裡說 我們有神的義徒 我們就好像新郎新娘 這麼美 就說我們在神面前是很美麗的 這個經文 即是說 在神眼中 我們就有公義在我們上面 因為這個公義不是我們的 是耶穌的 有耶穌的義袍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就會變得很美麗了 在神眼中 是好像耶穌一樣 這件事真的令我們很開心 可以令我們很開心 所以我們裡面應該是再沒有內疚的 為什麼呢 即是當我們一悔改認罪 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在神眼中 好像耶穌這麼美 即是在神的眼中 我們真的很美麗 現在這一陣子 OK 我們就說 即是我們每一個人在神的眼中 就會好像耶穌這麼美 所以當我們悔改信靠耶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深信神 我們在神眼中 是很美麗很美麗的 是好像耶穌這麼美麗 這件事 是很多基督徒很難做到的 為什麼呢 當我們犯完罪之後 我們會覺得很內疚 很內疚 很污衛 當我們悔改的時候 我們不覺得自己是 我們真的在神眼中 這麼清義和穿上葉 好像耶穌這麼美麗 是很多基督徒都做不到的 所以呢 其實這件事 不是我們做到的 是禮物來的 是很大的禮物 就是耶穌所有的義 就加在我們身上 但是因為我們犯罪 魔鬼是會控訴 和我們的良心會控訴 我們的罪性情會控訴 我們的罪性情會控訴 我們的罪性情會說自己 你又壞了 你又犯罪了 你又不行了 這樣 我們就很難相信這件事 但是當我們深信 這一陣子 耶穌的義婆在我身上 我就好像耶穌這麼美麗 這麼公義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那個 舊有的罪性情的控訴 放低 下一次大家有犯罪的時候 沒有犯罪我們一樣可以相信 現在在神眼中 好像耶穌這麼美麗 好像耶穌這樣有神的義 對於這一點大家有沒有問題 例如你能不能夠很簡單 這樣接受這一點 這個只是接受 因為這支經文是很清楚的 是神的義家在我們身上 是好像新郎新娘那樣美麗的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件事是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我們一方面 昨晚就說到罪的可怕性 我們一方面相信罪的可怕性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們都相信 神的義婆是漂亮到不得了的 神的清義是漂亮到不得了的 所以我們不要輕渴這個 神給我們的義人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就心裡面呢 就是說感激耶穌 我們這麼大的罪人 但是呢 你將這個義婆加在我們身上 我用一個說話呢 馬丁路德說過的說話呢 鼓勵大家 他說呢 我們 人呢 是不太相信自己一個很大的罪人 一個很大的罪人 因為呢 我們會怎樣呢 我們犯了罪 沒有犯罪的時候 覺得自己也挺好的人 覺得自己也挺好的 好了 當我們犯了罪呢 我們又會覺得自己很壞 我們又覺得耶穌呢 就不會完全接納我 射免我和稱我為無罪 射免和稱我為無罪 射免和稱我為無罪 射免也是算你為無罪 算我們為無罪 清義呢 是將耶穌的義婆加在我們身上 兩個東西 就是我們犯了罪 神就當你沒有犯過罪 射免我們 因為耶穌已經付了罪的代價了 然後呢 他將他的義婆加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好像耶穌那麼漂亮 那 就是呢 很多人犯了罪之後呢 他又不是那麼相信 耶穌是大罪人的大救主 就是幾大的罪人都好 他是我們最偉大的救主 那我們呢 就會 就是 心裡面呢 就不會擔心 當我們真心悔改 也都 就是告訴我們聽 我們珍惜 我們 有機會去悔改 我們多謝天父 當我們悔改的時候 神就這樣寫我們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 就會也都說 罪那麼嚴重 那麼恐怖 我就處理罪了 好了 然後啟示六十九章八節那裡就說 就蒙恩得穿光明結白的世麻衣 這世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那這裡說到呢 在基督的婚言呢 我們就能夠穿光明結白的世麻衣呢 而這裡說到這個世麻衣呢 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這個很特別啊 就是說除了耶穌賜給我們的義奉呢 我們都有我們所行的義 就是我們怎樣遵從神呢 是留在我們身上 就是我們任何一樣的好行為 為神而做的呢 都留在我們身上 跟著我們都永遠 這件事真的是很大的禮物 就是說我們幫過什麼人 那譬如大家聽到這些教導 那我現在開始已經會錄影 那我就會 不是錄影是錄音 那你遲些就放上網呢 大家可以聽回來 如果有些大家不肯定的 那些可以聽回來 聽回來的時候呢 你就去教導人去幫助人 就是告訴他 耶穌的義奉在你身上 你看耶穌在神眼中是這麼漂亮的 那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開心來到神面前 很開心 我們已經是清義的了 那然後呢 也都我們所行的義 就是就算一杯涼水 都永遠紀念 是永遠紀念啊 作供的果效也都除弱 我們在啟少年有哲經就這麼說的 就是我們所做的供的果效呢 會跟著我們直到永遠 所以基督徒遵從神 侍奉神是非常值得的 是很值得的 因為神的賞賜和榮耀賜給我們 是到永遠的 OK 就是個榮耀 榮耀意思就是說 真的是 榮上加榮 在寶羅有句話說到 就是我們有耶穌的榮耀 我們要加上基督徒所行的義 的榮耀 就是我們所做的好事呢 是我們的榮耀來的 是 我們不可以跨搖 但是我們 這些是加上我們身上 我們所有為神組的 一路在我們身上 停留 一路停留下去 我們都能夠進入神的榮耀 就是越來越充滿神的榮耀 OK 好 有沒有問題呢 就是我們分清兩件事 以公義當作護心鏡遮空 在耶穌所書說到 《全虎軍裝》那裡說到的 公義當作護心鏡遮空 就是說魔鬼不可以再控訴我們 有基督的義在我們身上 以及我們基督徒所行 OK 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今天到這個為止 就是讓我們看到 真是很難 耶穌 我們雖然有罪 但是耶穌選我們為儀 將祂的義務加在我們身上 將祂的恩典加在我身上 我真是 是很大的禮物 那我就感激耶穌 多謝耶穌 永遠都歡喜耶穌 也都 給內疚攻擊 真是說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回一些罪 我也會想回 但是我想回的時候 我也會求耶穌赦面 但另一方面我就會說 神啊我憎恨這個罪 我不想再以後再有任何這些罪 這樣變成我們就會 對於罪的抗拒性越來越強 而且對罪的預防性更加強 即是立刻會有 預防犯罪的動力 而現在又記得我們所行的義 一直跟著我們 OK 好了 我們一起去看 牧師我有問題 我想到一個問題 你說信徒所行的義 就是我們為神做的好事 會一直在我們身上停留 是嗎 嗯 好了 譬如我做了一件好事 它停留在這裡 那 我一犯罪 是否代表 那樣的 我所行的義是沒有了 不是沒有了 是 仍然在這裡 就是我們所行的義 不過 我所說之前 我有一個教導 就是我們一路 侍奉的時候 一路驕傲 那樣的義行 就變成神起穴 嗯 譬如我人在幫人 一路說 我多厲害 我現在比你們更厲害 或者我有什麼恩賜 你看我比你們更厲害 這樣 神就不喜歡他所做的事 所以我們想我們的義行 是神所紀念和起源 我們是應該有個謙卑的心 神要多謝你給我機會去服侍 我是 就是有機會服侍是禮物的 我要珍惜這個禮物 我們千萬不要驕傲 因為神是敵黨驕傲的人 嗯 嗯 嗯 明白 謝謝牧師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 感謝你 因為你稱我們為義 我們就有基督的兒圖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好像耶穌這麼美 有耶穌的兒圖在我們身上 這真是很大的禮物 並且我們所行的兒圖 都是永遠無紀念的 求主幫助我們知道我們所行的兒圖都不完美 都是需要耶穌射免的 我們所行的兒圖我們有不耐煩 有對人的 有種負面的感覺 或是人們不接受幫助 我們都求主射免我們 叫我們不要停留在這種負面的思想裡 叫我們脫離無行為上的罪 就是我們幫人上的不耐煩 或是我們在祈禱的時候沒有信心 這都是我們所 我們的義行上的罪污 求主射免我們這些罪污 叫我們所行的兒圖都不完美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來奉主耶穌聲明阿門 所以我們今天就說 神使用我們去祝福人 這就是神永遠紀念的 但是千萬不要跟神計分 我幫了一個基督的人 我們不要計分 事實上賞賜都是恩典來的 賞賜不是必得的 是神給我們 是因為神是善良 本有恩典所以祂給我們 祝福人 神從未成功 旁宮 魯道 神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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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自尊 神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